众所周知,焦点访谈是一档央视黄金节目,盖兰姆一贯风格比较严肃,所以娱乐明星上这个节目很罕见。 安德拉贝贝近日就登上盖兰姆,引起吃瓜群众极大兴趣。 如今大红大紫的安德拉贝贝一路走来非常不容易,03年以模特身份出道的时候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。 为了能有更多露面机会,她还兼职主持一档时尚节目,从跑男就可以看出她非常有综艺感。 至于她早前有过主持经历分不开,没有多少知名度的她也给一些明星当背景模特。 上图就是当年张绍涵为美特斯邦威拍摄广告,而安德拉贝贝只能站在身后当背景。 不过如今两人的身份不可同日而语,安德拉贝贝也曾经在周杰伦的演唱会上为其伴舞。 不过从图片上也可以看出当年的阳影以模特角度来说非常有气质。 此后安德拉贝贝把重心转向大荧幕,转型的四年时间里,安德拉贝贝一直不温不火。 直到2011年,她才首次在一部剧中担任女主。 巧的是,也是同一年,安德拉贝贝与黄晓明确定恋爱关系。 不知道她当女主,黄教主有没有出力。 此后安德拉贝贝的演艺事业就如同坐火街一样,星图一片顺利。 更是与杨幂、刘诗诗、妮妮一起评为心思小花旦,再加上上了跑男之后。 这档超级综艺节目为安德拉贝贝吸引了大量的人气,所以她慢慢地躋身到当红一线明星行列。 黄教主对安德拉贝贝疼爱有加。 让外人对她羡慕不已,可能有人会说安德拉贝贝是幸运的,但是小编却认为,越努力越幸运,你说呢?